欢迎各位有全面进场 2月19日礼拜一的第一节 我们先去跟进一下大陆方面的最新情况 有两单消息要和大家分享 第一单消息 据彭博社的报道所说 全球市场正是为人民币大爆炸 正在做准备 金融时报的报道就说 中国因为产能过剩 令到出口商品价格下降 近来中国的出口价格下降速度 是自从2008年以来最快的 显示中国正是开始向全世界输出通缩 第二单消息 据美国媒体商业内幕的报道所说 Global Data TS首席中国经济学家 罗里格林发表的报告指出 中国肯定会经历迷失十年的经济增长 这种现象 同上个世纪九十年代 日本资产泡沫和信贷泡沫爆破之后 经济停滞的迷失十年 是如出一切 好了 在讲到之前 首先就要欢迎各位知久 记得免费订阅我的频道 多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先去看看 究竟彭博社的报道是怎样说的 到底何为人民币大爆炸呢 是不是真是着火那只呢 原来彭博社的报道就说 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 法国准备结束为期一周的春节长假期之制 投资者正是寻求用于对冲人民币贬值风险的廉价工具 随着所有期限的隐含波动率都降到2022年以来最低 为了对冲人民币超乎预期贬值的风险 期权就已经是成为了性价比最高的工具了 法国轻业银行策略师指出 人民币交易价可以在当日的中间价上下2%的波幅里波动 如果人民币贬值是破了区间约端的7.25 大陆央行将会无可避免地条约中间价 随后的悲观市场反应就会很强 将美元对离岸人民币是会推向7.3至7.3毫半 这个严密防守的区间 至于美国最新的数据 也都突显出人民币贬值的压力是挥之不去的 令到美国联储局在2024年上半年 减息的希望变得是绵枯忘起来了 花旗集团、法国轻业银行 以及美国的前财政部长 都全部告诉投资者 要准备迎接联储局可能加息 而不是已经反映了在市场价格当中的减息 故此这些信息也加大了人民币贬值的压力 故此报道所述的 人民币大爆炸就是有机会超乎预期的人民币贬值 其实人民币贬值对于大陆的制造业和进出口行业 就是有很大的益处的 因为出口贸易就是拉动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 人民币贬值以后就会意味着 以人民币计价的各种生产成本下降 使到生产就会变得更加有利可逃 大陆企业在出口商品的时候 价格就会降低 从而增强了出口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 现在最大的一个危机是什么呢? 一方面人民币就可能会有机会超乎预期的贬值 而与此同时 大陆的产能过程就令到出口的商品本身就已经下降了很多了 金融时报就指出 大陆现在是向全世界输出这个通缩的 很大件事 我们看一看金融时报的报道怎么说 自从中国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以后 低成本的产品就成为了全球贸易的焦点 近年来大陆房地产市道疲弱 国内的需求又减少 再加上人民币疲弱 中国出口在今年就会成为了一股强大的力量 因为在国内都没人买了 唯有对外来到去倾销 好了 报道就说 大陆在产能过程底下 出口商品的价格下降 近来出口商品价格的下降幅度 更加是自从2008年以来最快的 显示出中国这个全球最大出口国 开始将通缩输出向全世界了 坦白顿新兴市场投资基金 投资组合经理蔡加尔就说 中国将会向全世界输出通缩 大家将会发现 各国都会应对中国的产能过程 报道也说 很多经济学家都认为 中国的通缩对新兴市场 会产生很大的影响 尤其就是跟中国有重要贸易关系的市场 除了输出通缩的问题 中国出口商品降价 也会加剧了对西方制造业不公平竞争的不满 比如说 大陆最大的汽车製造商比亚迪 最近就宣布了 在德国出售的电动车减价 介乎5%到15% 德国的Benz去年就说 他们的利润 因为电动车市场的残酷价格战 而受到了打击 其实西方 现在欧洲都开始是醒了 查这样查那样 查查那些企业究竟是不是有国家的手影 在里面 资助某些企业等等 其实美国早前提出了很多指控 但在欧洲那边常常很高斗 大家看到马克龙那些态度就知道 常常说自己欧洲是第三极 现在出之又是要跟美国来查 好了 FIM Partners宏观策略主管 罗伯深就说 中国花了20年的时间 来到去破坏新兴市场竞争者的制造业 或者最少 就将这些竞争者 擠出世界的市场 目前中国对先进经济体的制造业 就作出同样的威胁 以往就是新兴市场 就是说发展中国家的制造业 就不够打了 因为大陆那么强 那些制造业 现在就轮到那些先进经济体 是租赢 好了 美国智库外交关系协会 高级研究员蔡失就认为 美国和欧盟 对于应付中国输出通缩 面临着困难的抉择 一是就要对中国去风险化 减少对中国的依赖 一是就成为了 推动中国廉价产品供应的经济力量 蔡失就说 对于很多国家来说 作出抉择都很容易 如果中国能够以低价提供高品质 或者是品质可接受的产品 这些国家仍然会购买 其实蔡失的研判是错不错的 虽然美国大力推动去风险 很多企业就响应了 为什么响应呢 不单纯是美国政府在这里推动 而是因为大陆本身的政策都不友善 而且过去那三年又说要搞动态清零 一会又整顿风暴 本身大陆的市道又差 种种因素 即是有拘捕因素 亦是有推因素 大陆自己都做了很多推因素出来的 如果纯粹只有拘捕因素的话 那就不成事了 在特朗普总统任来他都提出这些东西而已 不过就不是用the risk 不是用去风险这个字眼 他那时候还直接叫那些企业走路 不要留在中国 但是那时候就没有什么企业来去回应 始终一只手掌就拍不亮 但是经历了三年的动态清零 又有这个整顿风暴 有些外资企业自己中了社会主义铁拳 尝受到的滋味以后 最终就是跟队 去风险 这个菜室就说 如果大陆能够生产得到低价 而是高品质或者品质可以接受的产品 有部分国家仍然会买 这件事就没有冲突 只不过那些企业不再真金白银 放钱到大陆那里投资生产 大陆他自己都有厂 他就自己生产了 他要占价来推销的时候 始终都会有人买的 这件事就没有冲突 但是用这种手段 是不是能够解决得到 这个通缩的问题呢? 我们再看看 究竟外国的经济学家有什么判断 日本经济新闻专栏作家皮蔡克 就写了一篇文章 标题叫做 中国的通缩问题不会自行消失 文章就指出 中国经济的通缩 比预期当中是棘手的 但是至今为止 大陆央行的回应大致上都是消极的 因为他直接不承认 大陆说没有通缩问题 官方的说法是没有的 除着中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 以2009年以来最快的速度下跌 大陆央行的被动既令人困惑 也充满着风险 最有可能的解释 就是政治考量凌鸽在经济上 这个解释合理 大陆什么都是要政治凌鸽一切专业的 皮蔡克就说 在以中国共产党为中心的体制当中 大陆央行甚至乎 没有名义上边的独立性 大陆央行在化解通缩上边的被动 关键或者在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对稳定人民币的渴望 习近平也顾忌到 激进的宽松政策是会促进不良的行为 从而阻碍降低杠杆率的努力 然而在中国股市重挫 防地产危机加剧 青年失业率创新高之际 我补充一点 大陆现在就说青年失业率降了很多 因为计法转了 信不信由你 大陆央行屈从于习近平优先任务 而让通缩进一步深化 着实是令人忧心的 皮赛克还提到 正如已故的美国经济学家佛利文所说 通胀无论何时何地 都是一种货币的现象 只有货币数量的增加速度 远远快于产出 才会造成通胀 反之你也是适用于通缩的 大陆央行目前的行动 令人联想起上世纪九十年代 日本的经济 当时东京对于解决其不良贷款的危机 慢半拍 而中国现在也是对于关键的房地产企业 相关的问题拖拖赖赖 自从2021年中国恒大集团违约以来 中国股市市值已经累计缩水了七万亿美元 这个可以看得出 投资者信心是受到了重挫的 而这些信息将会在中国内部 产生出连锁的效应 随着各类的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都苦苦挣扎 这样将不会增加到就业机会 以缓解中国的青年失业问题 员工也不会加薪的 不会使得习近平更加有机会 将国家的经济增长引擎 转向消费需求来驱动 说起以消费来推动经济 我就留意到大陆最近 有一个数字发布了 我都觉得是挺有趣的 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 大陆昨天公布 在星期六结束的八日春节年假对面 大陆民众在国内旅游出游的人数 和消费总额都创下了历史新高 不但大幅超越去年春节同期的水平 就算和疫情之前的2019年相比 也大有增长 今年春节期间 在国内出游的民众就达到了四亿七千四百万人次 比起去年同期就增加了三成四 这个好合理 去年爆了七彩 大陆刚刚放开 对不对 还游什么呢 就算比起疫情之前的2019年 出游的人数也增加了一成九 哇,好威衰哦,对不对 看下增加了两成了 我们再看看消费数字 大陆民众在国内出游的总消费 是达到六千三百二十六亿元人民币 比起去年就增长了四成七 这个好合理,对不对 和疫情之前的2019年相比 也增加了百分之七点七 就是说已经是完全的 伏偿了哦,在经济上呢 按照这个数字就是了 那我就有两点传移的 第一 那跟2019年的时候相比 人数就增加了一成九 那至于消费额就增加了百分之七点七 那原来呢 那个比较呢 就是2019年的春节年假 就是七天而已 那今年的春节年假就是有八天的 你本身已经增加了一九年一日了 你本来就应该是会增加的 那故此你就要将那一成九呢 要减回它了 你七日和八天比 那你增加了 就是没有增加那么多了 对不对 好了,第二点 人数就增加了一成九 那消费就增加了百分之七点七 就是说有很多大陆人 其实就是降级消费的 因为国内游人数的增长率 是远远高于总消费的增长率 那就是有些人就在大陆国内游戏 那我就不要理他了 我没有什么意见 你在国内游戏 不影响香港市民 那关人什么事 但是从这个数据就可以看得出 其实大陆公布这些东西出来 某程度上也是有些反驳 因为他其实就要展示出 无论出油的人数 定益或是总消费额 都创下了新高 那些市民愿意出来花钱 他就是要报道这些新闻和数据出来 就鼓动那些人去消费 现在很多人出来消费了 你不是不消费 现在整个市道今往了 大家都肯出来消费了 那就不停地播出这些东西 在大陆谷一些人出来 那实际这些数据究竟是 建订流还是有没有水分的 大家自行来想象一下 因为原来昨天 大陆的文化和旅游报 也公布了一项数字 就说 就算在春节期间看电影 那个票房也增加了 就达到了80亿1600万元人民币 大陆的电影票房有水分 其实很多娱乐圈中的人都知道 他连这个票房数字都拿出来标榜 就说比起去年同期 增长了就是18% 就是鼓动多些人出来 每个人都出来看电影 你不是那么疲惫 他就要带动到这个效果出来 据人们消费 那我就很怀疑究竟他做不做到这些效果 因为第一 本来过时过节的人 就是会多了人出来消费的 你本身春运都会带动到一定的消费 那些人走来走去 那么多动 如果你说 今年的数据比去年会上升 就是说春节期间 无论出油人质 还是消费总量 多多少少上升 那我都会相信 因为去年真是衰得很交关 大佬去年大陆刚刚放开 那么多人中招 那哪有那么多消费 好了第二就是说 现在你公布出来的数据 就反映出 其实那些民众是降级消费 连春节期间都是这样的情形 那会不会说带动到下去 然后整年那些人都会继续出来 可以有很多消费 然后驱动到经济增长 那真是 我又不乐观了 因为这些 连官方发布出来的数字 都是这样的时候 好了 我们再看看皮赛克那篇文章怎么说 他说 鼓励家庭支出 减少储蓄的计划 大多数仍然都处于醞酿的阶段 而处理九万亿美元地方债务平台的努力 充其量只是有所进展一 强化中国资本市场的行动也缓慢 至于中国令人忧心的人口结构 正如日本所展现的一样 人口老化往往就会带来通缩 因为很多退休人员 就不像那些二十几岁三十几岁或者四十几岁的在职人群 是这样花钱 所有这些因素都会让外资感到困惑 故此比大陆央行独立行事至关重要 如果大陆央行被认为是尽职尽责的 有关通缩的议论都将会减少 央行的沉默最终就会敲响警钟 尤其就是大陆公布出来的经济数据已经是雪上加霜 我认为这个皮赛客的愿望落空的机会也很大 央行怎么独立行事呢? 你当然要请示最高领导人 独立行事 一提独立都已经不行了 好了 我们再看看另一个经济学家是怎样说的 据美国媒体商业内幕的报道所说 Global Data的首席中国经济学家 罗里格林所写的一篇报道是这样说的 中国肯定是会经历迷失的十年经济增长 格林指出 中国现在这种现象 就和日本上世纪九十年代 资产泡沫和信贷泡沫爆破之后 经济停滞的迷失十年是如出一切 中国现在面临着多重挑战 包括房地产危机 通缩压力 人口危机 以及和西方贸易的紧张局势 儘管遇到麻烦 大陆当局似乎仍然对于刺激负债累累的经济政策 持有保留的态度 格林还说 大陆目前的经济不景部分是人为造成的 因为当局试图处理过去的过度扩张行为 即是房地产和地方政府债务 格林还说 中国目前面临着的是意识形态问题 而不是缺乏资源 自从2016年以来 政策反应发生了变化 大陆的领导人正在尝试创建一种新的政治经济模式 减少对债务驱动的房地产主导型增长的依赖 同时 大陆的官僚普遍认为 中国需要改革和成长 否则会面临着日本式的迷失十年 然而随着中国经济持续的低迷 格林认为 出于社会稳定的担忧 习近平肯定会更注重经济方面 不过 中国经济仍然需要一段时间 才能够重回正轨 我认为格林 虽然指出了大陆有很多问题 他也是客观的 在这个部分 但他的愿望 愿望一定是主观的 格林的愿望是非常良好的主观愿望 因为他说 大陆的官僚都认为 中国需要改革和成长 那些官僚 他们有帮助是权吗? 大陆 全部都要请示上级 上级就是请示上级 就是请示最高领导人 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 大陆就没有很强调 要再搞什么改革开放 反而就强调什么呢? 要有斗争的精神 要有底线思维 强调的是这些东西 虽然目前 大家都会看到 大陆在经济上 是有多少微调的 事实上也是走去安抚外资 安抚民营企业的投资者等等 是有做到这些举措的 但是 在互信基础上 破坏容易 建设难 你要取得人家的信任 真金白银来投资的话 那一定就是要用时间 建立出口碑 别人把钱放进去 叫做 赤佬试沙包也好 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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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到有回报 也好 但是 过去几十年 不停地用钱 入大陆投资 但是最近 大陆似乎出现了一些变化 现在的变化 令到有些投资者 很混乱 很无所释从 因为那些政策 如果失去了连贯性的话 怎么知道你什么时候 五时花六时变 又朝令复改 一时说国进民退 现在又说没有国进民退 现在又说没有 没有 为什么过去一段时期 又会做这些事情呢? 这么多整顿风暴呢? 所以 在现在这个时刻 你别说外面的人是蒙茶茶 你里面究竟是确立了一个 主导的意见没有? 你究竟是走回这个改革开放 还是继续斗争 还是怎样 如果别人都未曾看清楚 你是开门饭的时候 或者大陆自己都未必是 抓住主意 大陆现在有多少微调 是想安抚外资 但是 你之前一边又说要全民族间谍 是不是那些信息很混乱呢? 既然是这样 有些人就是缩沙 那些投资者 那些外资企业 所以革林这个 愿望 他就非常良好 他说 中国是会经历迷失的十年 只不只十年 好了 这一节讲到这里 多谢大家收听 拜拜 拜拜